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地方进行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交流 如果我们来对比他之前干嘛 之前他在印尼跟习近平进行了一个拜席会 交代的时候拜登就放出了一个讯息是 习近平他目前看来没有立即攻台的准备 而且看起来也在这个地方画下了一个红线 既然你觉得习近平没有立即攻台的准备 为什么你一离开了印尼 你别的地方不去你就跑去关岛 关岛非常重要就是关岛现在是整个亚太的阴潮 它是整个中国包围网最重要的一个大货方 如果今天我们想讲的 不管你是你的B52轰炸机 你的B1B轰炸机 甚至你今天的F22的后面的池源 全部都是以关岛为中心 甚至美国最强的灭国神器潜见 也是以关岛为大本仪 而不只是拜登 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 他这两天他要在泰国参加IPEC 参加IPEC了以后他就要到菲律宾 菲律宾这个更耐人询问了 因为过去菲律宾是完全不敢得罪中国 可是我们看到现在小马可是当家了以后 跟美国走得越来越近 现在美国跟菲律宾之间的军事演习 规模越来越大 而且菲律宾今年的军事预算 增加9%以上 甚至还说如果台海有事 他甚至愿意持援也愿意当台湾的一个备员基地 所以虽然现在嘴巴多讲 中国没有犯台的可能 没有犯台的一个准备 他没有训练 没有准备 没有任何的计划 但是你也看得出来 美国备战的气氛非常浓厚 好 我们今天请到 两位兵队大方首预的财经专家 黄州宋 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美一岛电视报董事长 吴子嘉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资深门田 杳慧珍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资深门田 吕玉峰 大家好 好 第五位是我们的新朋友 辞世评论员张雨萱 大家好 好 待会呢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洪梦凯 也会教我们讨论 好 事实上 拜登离开局团体之后 马上跑到了关岛 马上跑到了安德森空虚基地 你说这个动作非常耐人寻慧 这个动作 是跟习近平矫正的 抱歉 这个叫做文场结束 五场要准备开始 为什么这样说 在文场就是他们两个 这一次在印尼的这个拜席会 在这次会议里面来说 习近平最激情的一幕就是 讲到台湾问题的时候 他讲到说 台湾是中美关系 不可预约的一条红线 当然拜登也跟他说 反对中国对台湾威胁 还有更激进的行为 显然双方的争议的焦点 就在台湾问题上面 好 那既然文场 而且拜登讲得更激流 是 你不是说你不能攻击台湾 是 你不能是等于是武力犯台 是 你连对台湾威吓都不可以 好 那讲完了这个 习近平有没有听 我不知道 但是文场结束 五场要准备开始 什么五场结束呢 他离开印尼之后 马上就飞到关岛 虽然说他时刻 一直在那边停下来 可是他在当地也接见了美军 然后跟安德森空军 在那边停留了一下子的时间 为什么这很有战略意义呢 第二 关岛目前可以说是 第一岛链之后呢 美国最重要的这个大后方 目前为止来说 所有的包括B1B的轰炸机 A10的这个直升机 这个攻击机 还有潜艇全部都来了 这是所有美国未来的 重型的武力 所有大后方 全部在这个地方 我在跟你嗆架之后 反对中国的更激烈的行为之后 我就先来关岛 所以美国的大杀器 B52 B1B A10跟潜艇 对 都在这个地方 对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就讲 现在美国政府总统 两个都很忙 贺锦丽这几天来到APEC 在这个 在这个泰国之后 他准备要到菲律宾去了 为什么到菲律宾去了 我就跟他讲 现在美国的战略显然很清楚 在整个亚太的第一岛链之后 除了日本是可能未来台湾的备原基地之外 菲律宾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 也可能是备原基地 对 他第一线 最所谓第一岛链里面 他越来越重要 还有关岛基地 所以你知道 美国政府总统的行为都告诉你说 他显然还是剑指中国的一个情形 好我们看到 现在你到了关岛去 而且关岛最近有个中心就是 他的本来 他的军事基地面积已经非常大 他居然还大幅的在扩建 没错 我们知道事实上在目前为止来说 关岛的包括说像他们的海军基地 目前持续扩建 听说现在准备把燃油的这个储备量 还有弹药储备量再继续扩大之外 另外第二个 他现在还要机场也要进行一个扩建 那不只扩建在关岛 他在天宁岛也准备要扩建一个 这个备用机场 也就是万一呢 你攻击关岛的时候 我还有一个天宁岛在这个地方 所以等于是他有一个政选的方案 还有一个备选的方案在这边 那同时之间他为了要防止中国 可能用这个所谓的 东风系列的武器攻击关岛 他在这个地方连萨德系统也都来 有准备要步到关岛 所以萨德系统不只是放在南韩 他也在关岛部署了 所以他现在也要防空 他问题未来有可能说也要买贴胸等等 都要步在关岛 让关岛变成是个防空的 你打不进来的一个岛 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 我们就讲诸瓦特号准备也要到关岛去 包括说像滨海战斗团也要在关岛来 所以还有B21的轰炸机 所以告诉你说关岛是未来 整个美国在第一岛链之后的 最重要的一个大后方 对 贺锦丽也要到了菲律宾 你讲到菲律宾有什么了不起 菲律宾现在跟美国的军事合作 是越来越密切了 而且现在菲律宾的军事预算 是越来越增加了 这次要进行所谓的利剑演习 它的利剑演习的规模是比过去大很多的 没错 好 我们就讲到说 我们刚才讲完的政府总统 对这个中国的呛下之后 我们要讲 现在连米利都讲出来了 我听到米利这几天说什么吗 他就说从这个乌克兰战争的截取之后 其实中国应该知道 他要中国进攻台湾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游戏 他直接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攻台的这个风险很高 事不自取 将是政治错误 地缘政治错误 战略错误 将会类似犯下的这个普丁总统 在乌克兰犯下的战略错误 你说米利直接对中国呛下 他严厉的说你这是错误错误错误 很多个错误 所以那他为什么敢这样讲 因为他的备原基地 我们刚讲 滚岛我已经做了层层的防范之外 现在的日本的这个 我已经做了大部分的武装 那台湾万一被攻击的时候 我现在想说 台湾的备原基地除了日本之外 他现在又找到另外一个伙伴 那就是菲律宾 因为菲律宾你看 菲律宾驻美大使罗牧德斯 他就说得非常清楚 台湾有事会影响整个东协地区 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幸免 菲律宾也是其中之一 你看讲完了台湾有事 菲律宾有事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所以看起来的话 菲律宾是真的 准备要当美元 美国在这个地方 也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 所以刚刚讲 现在美国为什么 对中国越来越强 是因为我的步骤已经完成了 当台湾有事的时候 我们之前讲 日本可能会过来 韩国也是会过来 当然关岛是整个亚太的英朝 他大货房也会过彩 现在菲律宾也进来了 对 那为什么他要拉拢菲律宾呢 报警主要原因是 过去美国也想要拉越南 但是越南这一次 在这个二十大之后 他们的越南的越共投资 软负重去访问了中国之后 他居然跟中国 达成了一个所谓协议 说不希望美国插手南海 所以看起来 对美国来讲 他也毫无悬念 他就是要把菲律宾拉得更容易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 贺锦丽要特别去菲律宾访问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好那刚刚讲 你会不会自己台湾太蓬蓬了 今天美国跟菲律宾 他们本来过去就有长期的渊源 今天去访问菲律宾 有这么严重吗 我们注意到 现在美国跟菲律宾 他们有一个肩并肩的军事演习 这个军事演习的一个 非常重点叫卡加严审 卡加严审 等于是在菲律宾的最北方 如果你要打仗 干嘛跑到菲律宾的最北方 跑到最北方去干嘛 你就是控制巴士海峡 而且现在讲了 这个地方 国要兴建机场 这个地方 如果台湾的军事设施 被破坏的话 我有没有可能用这个地方 来当我的备源基地呢 没错 这次贺锦丽准备去菲律宾访问的时候 他会先到 在所谓的巴拉旺岛的 这个美国的空军基地 巴蒂斯塔的空军基地访问 那这个为什么很重要 抱歉你仔细看 这个地方其实距离南沙群 非常接近 也就是两国之间 中国跟菲律宾最敏感的 还有控制整个南海区域的 我可以如果这个基地 我可以把它持续扩大化 那可以 那美国不是只有要扩大 因为中国跟菲律宾 冲突最点重的就在巴拉旺 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美国准备要增加20亿 他已经投入20亿 他要兴建什么 包括麦格塞塞保的这个军营 包括说巴塞空军基地 还有艾布恩的空军基地 还有伦比亚的这个空军基地 他要投入20亿 全部都要给改装 改装来未来是什么 for美国需要 你看改这个 是美军要用的 训练设施仓库 还有其他的设备 这就是为了美军 能够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美军要回到菲律宾了 对美国希望这么多这个基地 那你要说 好了美军回来也可能 他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是 会不会万一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 这些变成是美军呢 他从关岛抵达这些地方 或是台湾撤退到这些地方的基地 那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刚才宝杰讲到一个重点 这次美国跟菲律宾 在这个演习的时候 他们演习的地点 居然是在卡加沿省 卡加沿省 卡加沿省 为什么很有意思呢 宝杰 他们演习的过程里面 他们就 我们这次出动了非常多的武器 他说 我们要共同面对的是 来自北国的挑战 北国挑战 那请问北国是谁 难道北国会是台湾吗 不是嘛 那显然就是中国嘛 好 那所以 甚至这样 美国现在还在考虑 因为在台湾跟 跟所有菲律宾中间 有一个巴丹岛 巴丹群岛那个地方 距离台湾是非常近的 现在这个岛呢 可能美国也要这个地方 菲律宾也要这个地方 也要建设 要建设 那建设之后 人家就知道说 这可能来帮助台湾的可能性 又是更大的一个状况了 所以 他是一盘局 今天整个结束之后 他的总统跟副总统 都动起来了 所以我就讲嘛 都是为了要防堵中国而去的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 刚才我们提到 兼并兼演习来说 是在三月多了 他们在这个 吕宋岛的北边 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演习 那在最近一段时间来说 他们又进行了 海上勇士合作六号的 联合军演的这个备战 那三月初的时候 这个兼并兼演习的时候 是双方在进行 所谓的两栖作战的一个演练 在这一次海上演练的 这一次的这个 海上勇士合作六号的演习里面 美国出动F35来到这个地方 还有出动的海马斯在这个地方 海马斯也来了 我跟大家讲 你在菲律宾作战 你需要用到F35 你需要用到海马斯吗 周边有哪个国家需要 用到这些所谓的灭国杀器 不需要 所以显然他们这个合作 是为了什么 为了演练可能未来的灯 可能要灯到这些 南海的岛嘛 岛礁嘛 这样一个状况嘛 所以当然是剑指中国 是非常明确的嘛 甚至连美国都说得非常清楚嘛 他说菲律宾是唯一能够靠近中国 能够监控并打击解放军 从西南包围台湾的 清台的这个意识的土地 所以等于是说 他用 所以如果我今天 我从海南岛出发 我要从西南方面 来攻击台湾的时候 我要从哪里截断 我要从菲律宾来把你截断 那除了这个之外 保洁你知道 事实上美国现在除了在跟菲律宾演习之外 他前一阵子也在同时间跟日本演习 也就是美国跟菲律宾 美国跟日本的演习是同时启动的 那这启动是什么意思呢 他要想定说 万一有一天 中国真的同时发动 跟台湾跟菲律宾 还有跟这个所谓的日本的冲突之后 我可以两边同时应付 所以你看美国真的是前前后后 把所有清台犯台的可能性的话 都做了最好的详尽的演练 好 玉逢 刚才讲的 在这一次俄乌战争上面 最亮眼的武器是什么 就是海马士 那这个海马士的火箭弹 本来以为说是用在大平约的 可是没有想到 这一次在10月3号到10月14号 美国跟菲律宾海上勇士的合作演习里面 海马士居然是主力 那你先想 你今天菲律宾干嘛要用到海马士 所以他讲的这个海马士 第一个是冲着中国来的 第二个是 也是演给台湾看的 对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杜特帝 在上任之后 其实他就不太愿意 跟美国一起联合军演 甚至呢 还有一点感觉是不耐烦 那其实他们的联合军演 是从1951年 从50年代就开始 那这次小马可是上来之后 扩大 扩大军演的话 亮点就是什么 就是海马士 海马士在乌二战争里面 占尽风头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呢 原本也除了爱国者飞弹之外 应该没有其他特别的点 对 没想到呢 他们拿去了非常多的海马士 海马士也送到菲律宾去了 其实在菲律宾这边的话 其实你想想看 那个地方服务员也蛮大的 一般来讲 飞弹的话 你的命中的目标 两个飞弹之间 你差个100公尺200公尺 好像还可以 但海马士它是精准打击 它的弹头上面是有GPS的 它可以重复在这么大 大概一个硬币大小里面 重复快速的打击 但你想到菲律宾 你有需要用到这个东西吗 其实它就是演给大陆看 演给对手看说 现在这些东西 因为海马士是非常方便 我就放在你前面了 我随时我有需要 我就拿来放 放了之后呢 我就可以开始使用 这一个地方军演之外呢 还有一个跳岛 跳岛他们同一时间呢 其实在冲绳以后 又有这个快速的 跳岛的一个打击 那跳岛打击这个演练呢 也有海马士 以前在过去呢 你想想看 跳岛之前这个挖跳 是什么时候 这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美军要整个 往上攻日本的时候 但这一次在冲绳 大家想说你在冲绳 在这个地方 难道你要针对日本吗 其实不是 在大陆那边的话 他们就觉得说 你这个东西 你是不是要针对南海 因为南海有非常多的岛 还有非常多的礁 然后他们现在有一个 特殊的叫跳岛演练 他只要这个运输机过去 把海马士跟特战部队 放下去之后呢 他就可以做怎么样 他可以管控整个区域 如果你的潜舰 或者你的航舰经过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 这不是无人交吗 但海马士 他可以距离 可以50公里到80公里 甚至到300公里 我就可以把你经过的 这军舰跟船舰 全部给打掉 他也可以对船 对他可以对船 可以打掉 而且最特别是 他们这一次 不是说我定点 我就在这个交 或者在这个岛做完 他们是几个晚上连续的 我打完之后有没有 又瞬间的几个小时之内 就跑了 对他们就说 这叫打带跑的战术 我打完就跑 但是呢 我的这些东西 我可以放置在这里 我的海马士一排在这里之后呢 就算我没有这个特殊的 作战部队人员在 我还是个远端的遥控 好那我们再讲 我在地面上线呢 我有海马士非常的清准 最后一个更恐怖是 他现在进行一个 空军的变身计划 空军变身计划叫做迅龙计划 对 迅龙计划现在在挪威 就是 我现在 我如果要作为这个 我的飞弹攻击 我要用轰炸机 没有 我现在的C13道 我现在C17 我这些运输机也可以进行 等于说 我透过这些运输机 已经可以扩大 我的攻击范围了 其实迅龙他之前 在这个墨西哥 就是美国 他近年的时候 有做过一次演练 那一次演练出来的影片 大家就吓到了 你想想看 在过去的话 你必须要有轰炸机 轰炸机要非常的精准 而且造价非常的昂贵 所以我大概可以算 你有多少轰炸机 我就可以看看 你要打击到哪里 可是你想想看 他这次把运输机 改成了轰炸机 我在西藥三东 放很多的这种货柜 这些货柜只要丢出去之后 它会有个降落伞 然后调整好角度之后 它有九宫格 然后里面的子弹 里面的飞弹 就可以有一个尾翼 打开之后 它可以远端遥扣 以前轰炸机 为什么那么的昂贵 那是因为你必须 在发射平台设参数 你要打哪里 现在不用 现在等于是货柜 丢下去之后呢 我一打开 我自己远端来告诉你说 你要打哪里 我的卫星就直接接收了 对 它是可以直接微调了 等于说我东西丢出去之后 我才告诉你要打哪里 它马上转向 而且你想想看 现在如果飞过去 我到底这个是轰炸机 以前就看得出来 但这一次是运输机 如果呢 我以为你只要运输兵力 或者是你要运输食物 结果你丢出来的都是 直接导弹 甚至他们还可以说 其实海马是也可以 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运输 所以以后 在美国强力打击的情况之下 最特别是 这次在哪里演练的 在挪威 所以以前运输机是运输机 战斗机是战斗机 分的楚河汉舰 现在你更搞不清楚 什么是运输机 什么是战斗机 轰炸机可以出来 运输机也可以出来 而且呢 它不只是炸 在这些炸弹 甚至可以丢这种无人飞机群 所以呢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美国就要展现一个强大的火力 告诉你 告诉大家说 我还是世界唯一的强权 好 董事长 你说拜登在拜习会之后 马上跑到安德森空军机体 然后呢 贺锦丽也马上跑到了飞机 而且是看着军事设施 你说这个东西很妙 这个东西就代表 拜登虽然跟习近平戒外面了 虽然双方画下红线 但这个压力还要持续的踩油门 而这个踩油门 我不是踩给中国看的 我也是踩给共和党看的 当然了 现在在国内的压力很大 这次共和党 现在不管怎么讲 虽然没有赢到参议院 但是他掌握了 拿到众议院 拿到众议院之后的态度 就是共和党会非常强硬的要求 你的预算不可能 那么轻松过关的 绝对不可能 所以拜登要优先表达出来说 我比你共和党更狠 比狠的了 所以我就开始 对我的军事基地也好 都要非常非常的强硬 这是他第一个动作 然后同时总统初选要开始 他也要摆出来 这种准备要跟你一搏的态势出来 你说这个跟他的选举有关系 当然是的 因为目前我们这两天听到的 川普要出来 川普要登记的嘛 对不对 当然川普要登记 会不会选到底不知道 但是这个整个总统初选的步调 两党都开始在陆续进行当中 但是拜登到底会不会选下一届 这就是一个令人 大家要令人 他说他要选 对 可是如果说 共和党这次出来的新秀 是这一次好像是佛州的 佛州的那个州长 佛州州长 那个年轻 高学历 活力旺盛 你拜登怎么跟他选 对不对 所以变成共和党下一届 在2024年的这个选举当中 就会拿到白宫的 白宫取得白宫行政权的 这可能性是非常大 那你刚刚讲 你今天到了安德斯公军心理之后 米利今天又加码了 米利今天讲 你今天如果中国翻台的话 那是一场悲剧 你不是你要重蹈了 整个俄罗斯的这个后者 而且他讲 中国没有训练 没有准备 你没有任何条件来进攻台湾 好 这也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所以全世界两大议题 一个是俄乌战争 一个是通货膨胀 那我们现在讲的 这两大议题就是 这两个老大决定 就是习近平跟拜登两个人 他们出来谈这两个事情 可是台湾为什么变重要 因为俄乌已经是一个定论的事实 反正就是打 打到完 打到什么 总有一天要打完 可是有一个国家不一样 台湾 要新打台湾 那个问题就更严重 台湾绝对不能够出现 有军事有武装冲突的可能性 不能吗 那这是世界大战 那这整个全地球毁了 因为我刚才讲 通膨不会停止 通膨不会停止 经济进入大规模 大衰退 那个大衰退的来临的时候 根本整个经济 要回稳的可能性 看不到 所以现在台湾是一个 最危险的 潜在性最危险的地方 所以两个人的谈话里面 集团体里面最重要的 控制台湾议题 而且我今天听到个 企业家跟我讲得更妙 所有最近这三个月 到未来的六个月的 国际重要商业 跟重要知乎论坛里面 讨论的议题 都是台湾议题 是不断地被提出来 而且是几十年来 第一次台湾 不断地被大家拿出来 对 那是等于说 它是未来世界上最大变数 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台湾 因为台湾 因为美国要打台湾牌 对 美国要自中 自中就打台湾牌 那现在这个中 习近平 习近平要 他要安内 稳住全力 他要安内 要内部斗争 他要打台湾牌 所以这两个都 在台湾变成一个叫做 附带伤害 你们两个斗 我们把它拖下水 好 那会在 刚才讲了 对中国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严苛的事 它真的内部里面 反弹的力量越来越大吗 我们这样讲 现在出现一个名词 叫做广州暴动 广州暴动到今天 不但没有平息 竟然越闹越大 而且现在不止广州 现在传出北京也有骚动 现在重庆也有骚动 有这么严重吗 对 现在连外媒 都开始大编曲的暴动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就是有没有发现 很多人他们说 至少一两千人 全部吸一加带 就拿着 每个人手上都拿着桶子 里面全部都是他的家道 一直往外走 一直往外走 一两千人要跑掉 对 而且我跟你讲 因为我就觉得很好奇 他们到底是 是怎么样的状况 是返乡还怎么样 你就把声音放出来之后 你就发现 他们竟然说 这都是确诊的 都阳性的 都阳性的 你想说 换句话说 是不是有一些工厂 他这些有人确诊 工人已经阳性了 他不想养这些工人 所以就干脆放 他们放出来 所以那些人全部都离开 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 打得这么严重 对 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 因为他们长期被关在里面 也没有钱赚 然后你还要不断地 去付一些相关的钱 所以这些人是自己跑出来的 那他们现在都觉得说 我如果都已经离乡背景 我湖北人 我跑来广州这边来赚生活 讨生活 结果没有讨到生活 还一直悲观情况之下 那我还不如返乡 所以你看现在所有人 都已经暴动了 真的真的是 你看那些人要猜 然后你明明就大白 或者是一些 房屋人员在旁边 他也不管 他整个就抓狂了 因为他会认为说 你让我都活不下去了 我还要听你什么指示 所以类似的一个画面 就不断不断 而且你知道吗 在互相感染的 原本只是广州 原本只是重庆 就慢慢的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 感觉好像这些人的勇气 就这样子传遍了全中国 所以越来越多的地方 呈现是同样的画面 现在你看到画面是在重庆 那么重庆是怎么样呢 一样就是说 也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封控 甚至封控不够的一个情况之下 还有人被送到集中营去 他们叫做一个 西山坪劳教所 而且这劳教所 一进去很可怕 为什么 一个房间里面上下铺 一间里面总共就八个人 那如果你只要有一个人确诊的话 你可以说整间都确诊 所以这有点让人想到 当时富士康不是有个谣言吗 说澳行有一个 八个人全部都已经 就已经走了一个状况 所以人家心里想说 现在中国的情况是这样 很多的一个所谓的 亲临严格 亲临风控 这个 你看这个也非常夸张 11月15号 还在把逃生们给盯死 到现在了 大家想说你应该要开始开放了 没有 他竟然还是继续封门 把逃生们一样给盯死的一个状况 另外还有就是什么 现在不是说的 你看这个画面出来了 就是他是个重庆的一个副区长 李仙凯 就好像骂车上的人说 回去 不准在这里 不准进重庆 对 不准进重庆 你们不是这里人 否则你们不走的话 马上会有公安来逮捕你 你不是我们这个人来干嘛 这个画面是10月17号的 外面画面出来之后 其实你想说我的老天啊 你现在都还不准 还在分说 你是不是我们这里 你是完全阻隔起来 好 回忍 另外就是 现在有一些影片发现 他还这样子搞 在搞这个人怎么活下去 现在在湖北 有些地方慢慢解封 我的日子开始正常 就一家餐厅 大家吃得很开心 在里面高棚满座 就大百一进来以后 大喊两声 所有人都跑掉了 那你跑掉之后 有人付钱吗 那这个生意还能做吗 完全没有人付钱 你看 你看就大白才三四个大白 一讲一声 所有人全部都跑掉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心情想说 我跑慢的话 我可能被抓去 那个集中营 或者是我可能就要被封扣 大白现在很高兴 马上跑掉了 这少说也有大概100人 这100人 刚刚整个满满满满 这些人所有单 这个在我们台湾来讲 叫跑单啊 这个跑单的情况 竟然是因为大白上门了 所以这些人赶快跑 完全不付钱 你说这餐厅这种情况怎么行 这个更荒谬 这人他一进门 结果他就是个卖奶茶店 他说欢迎光临请扫码 然后他就说 你这样防疫不利 为什么呢 你应该说请扫码 第二句话才讲欢迎光临 因为扫码永远要是第一句话 这样也不行 这样也不行 而且你不知道 他因为这样你知道 他叫他的店也要关起来 至少要关一个礼拜左右 为什么 因为你防疫不利 所以你说现在中国 还是一样进入到那种 非常疯狂的一个极端精灵 而重创经济的情况 真的是会不断的发生 好 董事长 另外就是 这两天大家都在看一件事情 习近平跟这个 加拿大的总理都会到 他本来我跟他讲 你在跟拜登会面的时候 你是合影乐事 两个人牵手握了 微笑了八秒钟 结果呢 你看他今天那个脸 很凶的脸 根本就是黑帮老大的脸 去警告人 你这样做不对 他把这个加拿大总理 臭骂一顿 这个就是说 是他主动过去找他的 他主动找他 交易时间 他实际平是主动过去找他讲话 讲话就是骂他 就骂他说我昨天 人家是加拿大总理 你去骂人家 不是啊 这个就是说 国际礼儀上是不通的事情 因为他很火大说 我们私下讨论的事情 你怎么可以把他泄露给弃成 对 那这个在江湖道理上 国际上也不通 因为你加拿大是大嘴巴 把他讲出去 对 讲出去他很火 他就习近平就忍不下去 可是一般就讲 那你就算了 我下次讲话小心理就好了 对 他就把他教训 他就赌人 他说你这个不合适啊 你这个是不对的行为啊 那加拿大那个年轻小伙子 总理就跟他辩啊 就是我们加拿大人 办事的方法是什么方法 就是说透明啊 公开啊 反而要跟他来 反而要过来 两个人变成要吵起来了 那习近平当然也不客气啊 对 就最后就拂袖而去 就是你这样做是不合适的 对 还有我们要 再要进一步要谈什么合作的话 你要再创造条件 创造条件啊 他讲个客气的话 就是你现在我就 没得谈了 没得谈了啦 然后最后听说 小小生在骂他一句说 这个太天真了嘛 这个天真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啊 然后在中国现在整个都把这个影片放出来了 对 放出来就可以很简单 原来是叫做战狼外交 对 现在不是啊 现在是战狼元首外交 元首都这样干了嘛 习近平就是战狼 对啊 那我请问你啊 那下面以后外交部门出去怎么谈话 更狠了 一定是吵架嘛 因为我们国际 我的这个国家领导人都跑去堵人了 我不太多堵人 我还跟人家呛吓 那他不又有样学样吗 对啊 他不学样 他以后没得混啊 我们所有的国际政治里面外交官是最有礼貌的人 然后讲话最幽默 学问最好的 讲话都是不找边际 空洞不得了 不舍事不得罪人 对 现在反过来每天吵架 天天闹事 天天闹事啊 那这个他这个以他身为这个表帅的话 那这个政府当然会同样经营吧 当然不会有好的结果 所以你说 中国搞什么战狼外交 搞什么战狼 真的战狼就是习近平 他就是那个狼首 是这个狼首就跑出来了嘛 狼群的狼王啊 这个狼王就是在每天吵架嘛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开始 那这个不好的开始 会造成中国的外交官 很难跟其他各个国家的相关的对口的同行 能够去做沟通 这会非常困难 那为什么会那么困难 他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 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表演嘛 他不是 我一致上讲一句话 大家都认为说中共有很多东西 是有什么背后的核心的检讨 其实不是 中共的所有的力量有七成 花在宣传上面 中国共产党的整个的经营的 从创立这个党 到去打仗 到建国 到现在他们很少付出实际的代价 都宣传 都是宣传为主 以不付出 不付出沉通的代价为主要的手段 所以他逻辑 所以他比如台湾问题也是一样 我打台湾之后很简单 他希望是这个时间跟成本的问题 每天计算成本 他现在骂这个加拿大总理这个事情 全世界都看到 成本高不高 不高 成本很低吧 你看他另外他跟澳洲的总理 让习近平很难看嘛 因为孟晚舟事件 孟晚舟事件全套 从头开始 就是习一半主导 从来没有给民间主导过 从来不是一个民间的业务 全部是他一个人干的 他一个人干 所以他 你抓我一个孟晚舟 对不对 我就抓你两个老百姓 你看到没有 他把法律 给你 他以牙还牙 对 就是他的个性的表达方式 就是这个方式 他认为中国是个大国 大国应该要有 大国应该有的权力 跟地盘 跟我在国际上发生的地位 当我争取 不知道怎么办呢 跟你吵 所以吵架 变成他们日后的主意 11月26号锁定东森新闻 最近新竹有个国校 叫官普国校 他居然有一个校庆活动 炸锅了 怎么炸锅了 他说原来这个学校还在干 这个在干以后 我也没有操作 我也没有装设备 我怎么办 我就去跟我旁边的一个国中去借 借了以后 这个国中学你来借的啊 我不给你厕所 你今天来了 你干干净的来干净的走 你不要管 只能很麻烦 小学生 那我这边要上厕所 我的家长要来参加活动 虽然没有厕所可以用 大家再了解 原来官普国校 非等闲事 他是整个新竹里面 最被看中的一所国校 他在几年以内 他要盖校舍 从两亿到十三亿 现在到十六亿 就你花了十六亿 盖的一个小学 你现在没有操场 你要去跟他借 连厕所都没有 王杰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官普国小 那官普国小来说 如果你进去看的话 他真的很像是个观光景点 非常非常漂亮 你看他整个校舍 这是小学 果然不一样 这就是国际化的建筑物 好 那我们跟他讲 事实上如果你去看官普国小 他的理念是什么 他叫做共美空间 共美空间 另外一个他要乐活跟绿活 所以你看他整个 很多绿建筑在那个地方 所以难怪 林志杰说 对啊 就花这么多钱 那很正常啊 问题是对这些小朋友 有没有那么实用 那我们就不知道 为什么 所以这个学校 从两亿到十三亿 现在到十六亿 王杰 你看他盖成这样子 真的我必须说 他真的很美啊 有城市的美学 问题是 对小朋友或是家长 他抱怨连连 为什么抱怨连连 因为他们最近刚好校庆 那校庆的时候 校庆 保杰大家都比这个 所谓大队接力嘛 大队接力以后一百公尺 发现他说 你看你有没有看到 他们校舍里面有操场 没操场 没有操场 没有操场 那怎么办 我不管读小学 读国中读高中 我最在乎的就是操场了 保杰 他们就说 因为是乐活空间 营造跟森林一样 你在那边 就是操场的感觉 所以没有操场 很正常 那你要跑两百公尺怎么办 你要跑四百公尺怎么办 你要大队接力怎么办 因为他们旁边 刚好有一个叫光武国中 那光武国中 他旁边他有 你看他建筑真的很漂亮 光武国中有一个操场 所以他们就说 那这样啦 我们这个光武国校 如果真的要上体育课 你要跑操场的时候 就到我们就 要嘛就到光武国中 要嘛就在他们的 这个停车场这边 因为他们有停车场 还有这个相关的 目前还有工地的地方 他们就在那边练习 我在停车场跑步 没办法 不对哦 你停车场跑步 对小孩子的那样 你会受伤哦 因为你知道 现在都要PU跑道 或者说你有些那个跑道 你是要 要有一些弹性的 是的 你如果今天是在停车场跑道 停车场是什么 是欧摩托的 是水泥 你在水泥地跑步 第一个你跌倒容易受伤 第二个 你不把脚跑坏了 而且那就是森林小学的理念 就在里面跑来跑去 他们还说练习的时候 可能要跑楼梯 这样的方式 所以他们就是这样跑 16亿没有操场 但是问题就是 你还是 孝庆还是需要跑大乐阶 那怎么办 他们就 大家就这样子排一排 然后就准备到光武国中去 那光武国中就跟他说 不好意思 现在疫情的问题 我们没有厕所不外借 那时候不外借怎么办 这么多小学生 你知道怎么办 先在他们学校 把这个该上的厕所 把他上完之后 再过到这个地方去 那不止他们这样 连要参加校庆的家长也是一样 你可能要自己解决之后 然后再过去 而且刚才讲到 这是他们的一个校庆接力赛跑 活动开跑 活动开跑以后我要去哪里 我要从8点20分后 还要更一定时间 从光武 还要从后门 进到校园 进到校园 刚刚讲两个东西不提供 厕所不提供 饮水设备不提供 所以就变成说 这些小学生 非常的火大 就说你弄成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就真的非常生气 好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这个小学来说话 从2.6亿爆增到6.2亿 7.8亿 一路爆增到现在为止 这个还在 还在爆增之中 但是问题是 他们现在还没盖完 你可以看 整体来讲话 其实还是有一些工地 还在新建之中 我从2015年开始筹备 然后呢 我一开始2.2 6.24 7.87 11.24 现在再加起来 又快到16 结果这些在用的 这些在用的小学生 或是在用的家长 他们就诸多抱怨 因为当初的这个 林志坚就说 这是要打造城市美学 要国际化 要森林小学理念 但没想到这样 打造出来之后 因为为什么他们要抱怨呢 第一个 那官普国家这个地方 因为他就说 都要打造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所以他其实是把很多国 原本的国中的这个用地 都把它用进去了 都用进去 就变成说 现在只有这个国小 原本还有国中的用地 其实我们没想到 国小国都没有 所以变成这样 当地人现在为止来说 抱怨一点点 因为我们知道 你看最近这个地方 都在盖房子 都是房子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距离足科非常近 而且我们要讲 新竹是全台湾 新生而比例最高的 对 那因为距离足科非常近 因为他们都很多 都是 没多久就要上小学 结果没想到 他们现在抱怨 原本这边应该有 国中国小了 结果没想到 你现在也是 因为你的设计 可能跟你的当初规划 你也没有规划 也没有跟上这边的变化 结果没想到 你的空间 不但是没办法使用 没办法容纳那么多人 人也变少 原本的国中国小也没有 所以他们现在抱怨什么 抱怨说 我搬到这个地方了 我没有地方住 所以没有地方 没有地方就学 所以你看 所以我本来 有时候我搬到 官普国小 我以为我的学区 就是官普国小 就官普国小 你改成这个样子 搞成这个样子 你的学生人数变少 学生人数变少 我就算住旁边 我也读不进去 因为原本这个地方 要有国小跟国中的 就好 国小你人数也不够 也没办法容纳那么多人 那国中来说的话 他这边 你只有一个420人 就是我们刚才讲 官普国中 他这个地方 有一千多人 所以变成说 很多小 很多这个中学生 他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念书 他要搬到别的地方 因为原本这个地方 是应该要有一个国中的 所以也就因为 你建的这个官普国小 把他扩大投资之后 变成这样一个局面 所以就变成是说 现在很多人在抱怨 就是这样一个情形 听有人讲说 这个官普国小是空金 我就跟你讲嘛 你看 这个你不觉得 这很像那种 米其林餐厅才有的 这个状况吗 你就觉得这个盖的这个 你看盖的这样子 很有设计感 当然很多人就说 这个Y768 不过无论如何 它是符合所谓 所谓城市的美感 那当然了 这个美不美感 你自己当然有所定见 但是对这些学生来说的话 这些美感 或许变成是 有时候变成是 他们会受伤 或者对这些 这些老 这些所谓家长来说 是中看不重用的工程 而且你说 你如果只有一个官普国小 就算了 新竹里面 车站啦 棒球场啦 总图啦 对 都是这样子 不断的大砸钱 没错 我们要事实上 这个林志坚 我觉得他也算是蛮厉害 为什么 因为在他的任内里面来说 你看我们台湾 我们政府砸了多少钱 到这个新竹市的建设 你看新竹的大车站 从65亿暴增到104亿 然后新竹的这个棒球场 你看 3.5到12亿 原本这个可以办这个经典赛 没办法办 经典赛也没了 对 然后还有总图来说 从8.5亿到16.4亿 果然你看 还有一大堆 哼不郎当的这个建设 200多亿的这个状况 现在他至少真的为新竹市民 这个争取了非常多的经费 只是说 小英给他这么多钱 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 那你到底钱花哪去 为什么我们没有感受到那种 应该花了那么多钱 应该有的享受 好 宇雪 你还去了解 现在这个东西真的 它变更设计这么多 变更设计这么多的 就算预算不再增加 这增加也太可怕吧 从2亿到3亿 现在到了16亿 是所以宝洁哥 大家一直在讨论说 为什么新竹要聚焦在一个茶包上 这重点根本不是嘛 茶包只是幌子 重点真正就是在这个16亿上面嘛 那我们先看它细部的内容 它光建品的部分 营建成本 每瓶就高达十多万元 十多万元是什么概念 它隔壁的光芙国中 平均一瓶才6.6万元 十多万元的概念是 一般我们盖豪宅在使用的建品 比较高级 比较好的 用这种大理石砖的 大概建品一瓶也才8到9万元而已 结果它一个国小里面 竟然用到10.78万元 你就知道它有多奢华了 那除此之外 它还奢华在什么地方 一般来讲 我们土地面积都有所谓的建壁率 就是我土地多大 我可以盖多少嘛 那它建壁率是多少 这50本来就已经算是没有很多了 这个官埔国小 结果林志坚更奢华 它怎么是画法 我偏偏不用 我只用36的建壁率 所以这么大桌地 就等于说我100坪 我只有36坪来盖房子 没有错 而且隔壁的官吾国中怎样 我盖四成 那不好意思 林志坚更奢华 我只盖两成 所以它整个总体来讲 高达1万坪的面积 它的建壁率只有大概72 也就是只盖了7200坪 而且是包含一楼 二楼在内加起来 所以我的楼地面面积少这么多 没有错 那我举个数字来讲就知道了 72的这个农积率是什么概念 台北101的农积率是630 你就知道它多浪费 整整插了将近快要9倍之多 那这个土地我们讲 为什么除了说奢华之外 我可以把它形容成 它这个东西 林志坚就像是在画一个 法式机商给大家看一样 结果大家要吃的时候 一层一层才发现 怎么竟然没有煮菜 也没有肉 那这个一层一层 怎么堆叠出来的 原本最原先一期 它的价格是多少 总共它得标的价格是2.48亿 二期是6.24亿 所以两个原本加起来也才8.67亿而已 那奇怪怎么会膨胀到后来的16亿呢 它用什么办法 用的就叫做契约变更 它不断的契约变更 怎么样契约变更 对大家都听不懂 什么叫契约变更 你到底是怎么给我加钱的 比如说一期的厂商也好 它原本是2.48亿 它就跟你讲 因为现在通货膨胀 因为现在物价调整 所以因为某某不可抗力的因素 按照这个采购法第22条 所以我追加1000万 所以我再追加1400万 它光一期2.48亿 就追加2400万 2400是什么概念 是等于它的一成 那二期就更夸张了 二期原本是多少 6.24亿元 它二期总共在短短两年之内 追加几次 追加高达四次 等于每半年 对我们讲这个通货膨胀也太快了吧 它的物价是不是跟台湾水平不太一样 两年就调整了4次 那最后加总起来 它的金额是高达1亿6千万元 这就是猫腻的所在嘛 那加上现在新主市政府 还要跟中央再申请3.7亿的补助款 还要钱 对 所以你就讲了 那奇怪都已经给你13.8亿了 还不够 你竟然还要再跟中央拿钱 所以大家才会质疑嘛 怎么会这样不断的量体放大 结果我们看到的实质内容是什么 连操场都没有 那未来没操场 小学没操场 对宝洁最好笑是什么 未来他会有操场 他的操场会长什么样子 他说会有0.5公顷的大扫地 然后有一条100公尺的跑道 这个就叫做操场 所以即便未来 他就有一百公尺 对 只是跑直线 对直线 不是跑圈圈 不是跑圈圈 那大堆接力怎么办 对而且他们学校 有一两千位学生 那一两千学生 这个短短一条跑道 难不成全部人 大家体育课的时候都挤在那边 而且其实还有很多家长都在反应 他们根本就上不到体育课 希望小朋友可以活动 都在反应学校的布告栏里面 都有写到 你现在不是要抗中跑台吗 其实你知道抗中跑台最关键是什么 我的体格要好 我要能跑能跳 至少我觉得最关键 一般人 你20公斤一定要拿起来 为什么一定要拿20公斤 现在的赤真飞弹 现在的标仓飞弹就是20公斤 你一个扎包人 一般的年轻人 你拿不到20公斤 你凭什么抗中跑台啊 对所以他们家长都非常担心嘛 就是我的小朋友到这边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运动嘛 他们都在问这个问题 甚至他们学校 在过去这个108年的时候 还规定不能带球去学校 不能带球 对因为没有办法用 也没有办法运动 不能带球 没有错 那我一定翻脸 对所以现在的问题就会这样 才会有所谓的上下楼梯问题 那这件事情 基本上 它走的一个非常巧的巧门 所以大家现在质疑 好奇的问题在这里 那最特别的是 一骑的是谁 一骑的是一个叫 立记的公司 那这家公司出了什么问题 之前就被 我们林庚人踢爆 他们去盖Costco 结果也发生公安危险 也出意外 结果呢 他们跟中华电信标合约 也搞一个行贿案 然后弄造假文书 案件一大堆 结果一骑照样给他们盖 物调照样给他们调 那二骑最为特别是谁 二骑的金额是一骑将近三到四倍 那当然一定要大咖来啊 怎么会是这种小咖来 谁 就是叫做红底建设 就是民事的前董事长 郭贝宏 郭贝宏的营造厂 对 好 默克 我就觉得 这一次陈树在选的时候 蔡英文陈一讲 要找一个跟中央好的 中央关系好的很重要 我看了清楚才知道 跟中央好 很重要 因为在台湾大肆很长盖子 是 有一句话叫做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大大有关系 其实不只是刚刚这几个 新竹市的这些建筑的弊案 我们就去查很多的这些案件 其实从2017年前瞻计划 推出来之后 他才用设计变更也好 或者说他的招标金额就不同了 其实就如同刚刚有讲到 这个新竹势力棒球场 他原本一开始的时候 是要新竹市政府他们本预算去做 只有3.5亿 但没想到因为2017年 推出这所谓的前三计划之后 中央全额买单 地方不用出任何一毛钱 直接变成是10亿的计划 后来又增加所谓的契约变更 到最后变成是12亿左右 更不用讲 今天林根仁他又在 踢爆 就是所谓的大新竹车站计划 其实大新竹车站计划 大家如果去查一下 2017年的时候 蔡英文到了新竹市 林志坚就在现场跟蔡英文来做简报 其实大新竹车站计划是什么概念呢 新竹市跟其他台湾的县市也差不多 就是因为长期的发展 所以有一条铁路分隔城市东西两区 也因此他的前站后站被一个铁路给切割 但是他们之前有讨论过 不管是要用高架化或是地下化 来把这个铁路给立体化 对来会变交通独流 对 但是呢 他们推出另外一个方式 叫做大新竹车站计划 可是很多人就讲说 大新竹车站计划 如果说真的推出下去之后 第一没有办法解决这个 所谓前后站的这个缝合的问题 反而 因为他新竹大新竹车站 他就等于是他有商场的一些建筑 全部都进来 也因此他就变成是说一个新的建筑在这个中间 那你没有办法缝合 以外呢 你可能以后都没有高架化或是地下化的可能性了 更重要的是 他的预算从一开始的50亿 变成是64亿 到现在暴增到104亿 暴增了三倍 暴增了这样三级跳 暴增了快两倍之多 所以大家也认为说非常奇怪 而这个我们再去查 地方政府只有出20亿左右 而中央补助84亿 我们说实在 我自己来自新北市 我就说我们新北市好像从来没有那么好的 要五毛给一块 中央补助那么的阿萨利 或说那么的多 但是我们真的很想不通 为什么新竹市 光是棒球场 光是大新竹车站 都可以获得那么好的一个补助 而且是中央补助非常的多 要么就全额要买单 要么就补助八成 大新竹车站从50亿变成104亿 里面也有前瞻计划预算 更甚至桃园市图书馆从22亿变到31亿 前瞻计划也补助了10亿元 所以还有多少8400亿里面藏的猫腻 我想我们最近也会整理资料 一无一时把他给揪出来 董事长 现在台湾看起来 进入一个大内斗 民进党也大内斗 因为今天之前不是八八会馆很夯吗 当下八八会馆有一百多个有名的人 这一百多个到底谁 今天会不会提爆 有柯文哲有蔡璧如有林维忠 今天你卓融泰 这么战斗去 可是里面 我对谁最敏感 你怎么会把卓融泰给弄出来 卓融泰已经淡出江湖了 卓融泰现在也不是当长出席 也没有任何党公职 今天为什么要特别点名他 你又感觉 那根本就是大斗争了嘛 卓融泰没有淡出江湖 卓融泰现在是赖富总统的核心幕僚 假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要被丢出来 变成名单上的帮商 为什么他现在不是台面人物 为什么把他丢出来 在逗赖了 这个先把你丢出来 到了明年总统出选的时候 你可能要更多人 但是就会问一个问题 卓融泰你跟谁去啊 谁买单啊 是黑道吗 还是警察吗 反正去这个地方 没有好结果 现在问题是 柯融泰去干什么 而且柯融泰的回答很烂的 跟我吃饭没有意义 我五分钟就吃饭 我管你吃五分钟 那更不要咯 如果你五分钟就把饭吃完 那你如果进去 不管多少时间 那你其他时间在干嘛 如果说我去 我都在闷头吃饭 我觉得还比较干净 我把饭吃完了 我干什么我都不知道 柯融泰我了解他 应该旁边不会有美眉才对 是吗 我现在已经很多事情 没有办法 因为有脱离太久了 因为我们都已经 就跟这个脱节了 你去过没 我没去过 我才去 没去过 那我比你更气 我以前是夜店的常客 我连知道都不知道 我说行情现在表示 我们早就已经 真的 没有行情啊 没面子啊 丢脸丢脸丢脸 所以柯B 拆毕如去干什么 你看四重笑那么开心 他去过 他去过 所以你看看没有 就是有行情在旁边 我们在没有行情在家 所以这个问题就还在这里 就是江湖行情够不够 够不够分量 我们不 我们两个不够 我们俩每天在那边吹牛 每天在那边那个耍什么东西 人家比你有行情 人家不用吹牛 人家有实力嘛 这一看就知道嘛 那问题是柯文哲跟蔡壁如 跟这炒去干什么 他跟谁去嘛 对 柯文哲麻烦耶 柯文哲是明天要选总统耶 这个先把总统的东西先丢出来 这两个第一个 卓文哲也是总统 总统大选 这两个都总统级的 卓文哲后面有赖 有这个赖副总统要选总统 那柯文哲是自己要选 自己要选总统 而且蔡壁如先讲 我这辈子余生只有一个愿望 余生为的愿望 就是要把柯文哲送进总统府耶 我看他的 如果这些八八会馆 常去的人总统府的距离 是越来越遥远的 他余生的愿望 可以留到下一生再来实现嘛 这个八八会馆 跟他搞在一起 所以八八会馆真的有一个名字 所有的路影 你想想看 这些人谁去了 什么时候去了 真的只有个厕子的呀 不是 你怎么会跟黑道搞在一起嘛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进入八八会馆的都不是警察 就是黑道这一类的嘛 这怎么会 乔世群 而且这些人很有本事 他们的往来的金额 都是百亿台币的金额 那我再一看 他们在里面所谓消费的金额 应该也是日值万金 成千上万的耶 万金嘛 对不对 欢迎收看关键的期客 我们最近不断地谈到就是 美国对于中国攻打台湾 你所有的想定 他们都已经有对策 甚至过去 中国最骄傲的A2AD 透过大量的飞弹饱和攻击 让美国不能持缘 这个方式 他们也想到了应对的方案 所以就看到 现在美国对中国 可以说是越来越强硬 第一个是 拜登在拜议会上面 我已经画下红线 你不要说你要侵犯台湾 你连威吓台湾都不允许 而美国参谋联系会主席米利 他现在讲得更白 他讲什么 他说如果中国侵略台湾 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游戏 他说中国你现在 你没有训练 你没有任何的经验 甚至你连最基本的设备 你都没有 你看不出来 你有任何攻台的可能 所以你只要攻台 最后什么 那是一个危险游戏 而且那是一场悲剧 而我们看到 美国前国务卿 这个助理国务卿 他就讲台积电去美国 那是一个台湾跟美国的双赢 这要做什么 他要做 美国的策略就是什么 美国策略是 我要让中国是一个输家 而其他人是赢家 现在就是这么 在这个建策上面 我要让中国落后 而日本人太田太燕的 半导体地缘政治学里面 就用了这一张图 这样子就可以看出来 对台湾来讲是太宗教 因为中国只是一海之隔 就可以打到台湾 打到台湾最近的地方 居然是新竹 如果新竹不保的话 整个半导体供应链 就会断裂 断裂的话 对全世界都是一个灾难 所以现在 全世界在做的事情 都是防止这样的一个悲剧 防止这样的一个灾难的产生 所以事后 米利讲的也太白了吧 虽然在拜习会里面来说的话 拜登认为说 习近平短时间之内 不会入侵台湾 但是美国还是做了 所有的想定 你看在拜习会结束之后 拜登拿上到关岛去为美军 那紧接着来 贺锦丽要到菲律宾去拉拢 另外一个菲律宾 在南海的这个盟友之外 你看米利也跳出来讲 米利过去 他其实比较少会讲到这一块 他现在就直接讲 中国入侵台湾是 台湾岛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游戏 甚至连他们的前助理 国务卿都说 这个如果中国封锁台海的时候 美国是用不排除任何选项 不排除任何选项 也就是说有可能 跟你进行攻击的这个状况 那为什么这个样子 因为他们都知道说 台湾对美国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的一个状况 而且米利 我就特别注意他的谈话 是 他对中国是非常轻蔑 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几年来从来没有打过仗 你没有打过仗的时候 你没有训练 你没有背景 你没有经验 你根本不可能发动一场 大规模的战争 对 没错 就像习近平的轻蔑 这个杜鲁道一样 事实上这个参谋联席会主席 米利 他是对解放军 相当的瞧不起的 你看他说什么 他就说了 你看 他说美国是世界上 最致命的作战机器 美国的军队是世界第一 2027年不会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日期 我们将一直保持第一 只要我们有军事能力 我们有使用他的意愿 你的对手知道这一点 那么你就会阻止这场战争 所以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军事上做好准备 所以确保台湾能够自卫 我们从乌克兰获取很多教训 台湾欧洲国家在吸取教训 习主席和中国应该也在吸取 相关的这个教训 以前美国透过蓝德智库 不但的释放装弹的讯息 兵演上面碰到了A2AD 碰到了中国的飞弹保护攻击 你根本不可能越来一次一步 美国不可能持援 这场战争是必输无疑的 现在我已经布置好了 我现在不演了 我现在 我直接讲 美国军队是世界上最致命的 作战机器 好 他讲完了之后 他还说什么 他说他凭了解放军 解放军从1979年跟越南作战 没有参与过任何的作战 他说侵略台湾 导致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 他说其实他们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 还有我们非常密切的观察 他们有多少两栖能力 还有多少基载能力 他们都观察得非常清楚 他还说 纸上战争跟实际的演习不太一样 这个事情都不一样的 那战争中有很多摩擦 迷运还死亡 虽然警告了解放军 你根本就没有实战的经验 只有我们美军 才有实际面对过实际作战的经验 所以米帝讲的也太白了吧 对 我是最致命的武器 你今天2027年 美国绝对 中国绝对不可能超越美国 甚至在讲 他连 刚刚我觉得这个最重要 中国你不但是 我跟你讲 你的火箭军 每个地方我都把你标定了 是的 如果你的两栖作战能力 你的运载能力 对 都在美国的观测 跟注意的范围内 所以最后他还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不认识习主席 我也没有跟他说过 那据我所知 他是个理性的行为人 好所以他会评估所有的状况 他就说 他会得出个结论 在最近的这个未来攻击 台湾会有过度的风险 会让中国军方出现战略崩溃 战略崩溃 而且会让打破他们成为 世界第一经济 还有军事强国的中国梦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这密切的关注他 另外他还说 或许他们现在可以用这个炸弹 还有导弹 轻易攻打台湾 但是 要隔着台湾海峡去占领台湾岛 在台湾岛驻军 这是一样非常艰巨的 这个军事任务 所以他认为说 目前为止 中国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拥有军事能力 而且准备好这样做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拜登会说 中国在短时间之间 应该没有攻打台湾的迫切 主要原因 应该军方都做了 非常完整的评估报告 我们在台湾还有人讲说 中国打台湾只要第一起 不用第二起 而且很快就可以参理台湾 我们台湾有很多人非常悲观 可是米利居然讲 你中国第一个 没有经验 没有背景 你没有任何的训练 而且你现在 你不要以为说 你可以用导弹跟炸弹 可以轻易 没有 因为隔海攻旗 在台湾驻军 是一个非常艰困的任务 他说得非常清楚 这是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军事目标 一个非常难以执行的军事行动 所以你比较相信米利说的话 还是我们国内某些人说的话 所以当然米利已经跟你说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就要讲 你要把米利讲的话 你要把今天拜登讲的话 再把巴菲特投资放在一起 所以我就说巴菲特 他跟美国政府 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他会讲这个 搞不好他都可以打电话 跟米利稍微讨教一下 到底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就告诉你 所以他跟米利打过电话了吗 我不知道他跟米利 以他的政商关系应该是不难 所以事实上 这的确告诉你什么 未来台海之间的军事冲突 至少对美军来说 他不怕军事冲突 他就准备好了 你如果敢怎样 我就对你怎么能做 我是全世界最致命的战争机器 而且他特别提到 现在美国跟乌克兰 美国跟美约 甚至他也相信 习近平跟中国 也在俄乌战争上面 你也学到了教训 那我们就要问 你学到什么教训 因为我发现 战争虽然在乌克兰打 可是训练在北约 武器装备 是来自四面八方 即使到了现在 到了现在 德国还要帮秘密带训 乌克兰5000名的士兵 而且是完整的特种部队 所以这些部队 如果再进到战场 是要为最后的 绝地大反攻准备 王杰 这次在卫乌战场上面来说 对欧盟或是对美国 应该都得到 有非常重要的资讯 什么资讯呢 我们训练部队要训练的快 你看这一次 包括英国美国 乌克兰训练军队的时候 都要很快 要很快速的投入战场 你看德国说什么 我们在明年六月前 能训练5000名部队 这5000名在投入的话 那也得了 整个俄乌战场完全扭转 好除了这个训练更快 而且能训练非常 行动非常非常快的 这个部队之外 还有什么 经过这一次的这个决策之后 乌克兰 这次欧盟 他们已经从这个购买疫苗 准合在一起 未来采买的速度会更加快 怎么样快速的 拨补到乌克兰 都会更加快 所以怎么样的后勤 能如何建立起来 还有军队怎么训练 现在成了这一次 俄乌战场上面 欧盟还有德国 还有这个相关国家 得到最新的这个状况 美国也会这样做 所以美国北约 这些国家 透过俄乌战争 我在怎么战场管理上面 我在整个这个工坊上面 甚至我的后勤不济 我的人员训练 都有一套新的做法了 那这一套未来 也有可能会到台湾来 所以我就跟你讲 米利为什么说 你根本没有打过战 这些东西都是要 你实战才能够了解的 你没有实战过 你怎么知道 会有这种状况呢 在俄乌战场 现在我们过去一段时间 去年2月24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乌克兰大概必败无疑 就现在 保险 乌克兰现在已经要准备 攻入克里米亚了 为什么 这是现在根据他们 要打回克里米亚 这是基辅目前 他们的作战计划 你可以看到 克里米亚在这个地方 他们现在已经准备 三个部队 你有没有注意到 三个部队南下 准备要通 把亚述海全部占领之后 吃掉克里米亚 他们说年底就准备要吃 他们希望能够尽快实施 那怎么实施呢 一个部队从赫松这边前进 另外一个部队 从杂波罗的往南推进 另外在乌冬战场 可能乌冬战场上面 我往南推进 吃掉马力波之后 往这边集结 最后切掉你这个 克里米亚跟俄罗斯本土的 这个往来之后 我在炸掉这个 克尔茨大桥 大桥之后 你这个克里米亚 完全都变成是 被我的囊中之物 所以他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他的作战的方略 所以他们都已经作战 而且你知道 这几天不是随便说说 因为克里米亚的机场 这几天开始又被攻击了 所以你看这就是 你看当初 这下个画面 这是克里米亚的机场 在夜间被攻击了 当初俄罗斯怎么攻击你的 第一步就是炸泥机场 现在反过来 乌克兰先炸泥机场 所以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准备好 而且你知道 为什么我们就说 这一次的这个战场上面来说 中国绝对学不到这些经验 你可以看到 现在乌克兰的军队 你可以看到 他越打实力越来越好 而且他们越来越厉害 你看原本的防抗系统 最早防抗系统 他们拦不下来 现在他们 你看他们现在拦截率越来越高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如果之前在讲 乌克兰一开始 这个俄罗斯飞战打过去 哦多少命中 你会发现到 俄罗斯打得越来越不准 而且被拦截的率越来越高 所以这就是他们 从战场上面 不断地吸取到的经验 所以他的拦截率开始 只有四成四 后来是七成 八成 现在是九成了 这就是你战场上才能够学到 你没有实战过 你绝对不知道 你看这是乌克兰军队 居然能够击落俄罗斯的巡翼飞弹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这也是战场上才能学到 你看他们现在 他们无人机 不断地经过这一次的训练之后 把它越训练得越强 它这一次三种无人机 他们投掷不同的炸弹 然后他们怎么设计到 我要怎么样三台去 我要很多战场上面的 你要怎么布阵那些 那都是他们经过这一次的时候 同时使用多种的 投掷无人机 会最好的这个作战方式 他们都已经想好了 我该怎么样这样配这个炸弹 这都是你在没有实战经验 你绝对不知道 会有这些事情会发生的 而且如果乌克兰知道 那美国就会知道了 当然了 所以美国为什么 所以美国为什么 他要把这个所谓晶片 要牢牢地笼弱在手里面 因为我们看 看到你为什么 这个命重力会提高这么多 晶片 因为你可能晶片 或是你定位更加地精准 那为什么你可以操作这种无人机呢 因为无人机 你需要非常多的AI这些东西 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 为什么他要牢牢地掌控台湾 为什么他把台湾 这一次中美败习会里面 美国的核心力 美国也讲到 他们保护他们的利益 他们利益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他们的利益 他已经把台湾 划成是美国的利益了 所以就告诉你是这个样子吗 而且在这个晶片战争里面 他的前次 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 就长得很白 我这个战争的目的 我要让中国变弱 其他国家变强 对 那为什么美国会这么关心台湾 你看台湾的我们新竹市 距离中国的水门基地非常近 随时都有可能被攻击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是不希望 任何的战场发生在台湾的一个最重要状况 所以你看美国这个前国务次星 克拉克 他就是推动我们台积电 去美国设厂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就说得非常清楚 他们这一波的美国去 去美国设厂的投资的热炒 最终的结果是希望 中国是输家 其他人都是赢家 那另外讲到说 如果这个台海发生什么战役的话 或是封锁台湾的时候 他说这个嘛 不排除任何选项 你说什么选项 当你说不排除任何选项的时候 就是不排除任何选项 那具体来说是什么 不排除任何选项 为什么要告诉敌人 你打算做什么呢 他把中国当敌人 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美国的策略已经非常清楚 我在军事上面 绝对要能够震惑住你中国 让你中国打开门脸的时候 你知道知道 你根本无法跟他对抗之外 我还要另外第二招就是 我要拉大 跟你在科技之间的差距 拉得越远越好 让你永远都追不上美国的步伐 所以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斯 讲那个说 当你拉开窗帘 看到了美国的军事外交经济能力 在这里的时候 你就要把窗帘关上 说我不要惹这家伙 是完真的 当然是完真的 所以美国有一整套的 所谓从战略战术 一直到怎么遏制你的这个方针 所以就告诉你 中国真的 习近平如果真的是 他如同米利说的 他是一个理性的行为人的时候 我相信他应该不敢跨越雷此一步 什么的 米利讲这个东西 我并不意外 因为中国我们也知道 他在逞越战争之后 没有打过仗 他没有训练 没有背景 没有经验 要发动一个渡海战争 他从来没有干过 可是我觉得非常好奇的是 你说一定要问问题 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讲这么凶的话 为什么今天戴维斯 也在这个时候 讲这么凶的话 为什么现在中国 现在为什么美国的军方 把话讲大白话说 你中国没有能力 发动战争 这个时刻 我干嘛把牌给摊出来 这个美国人做这个事情 不外乎几个目的 第一个是说 配合总统的一个政治的策略 要确定他在世界第一的地位 因为总统已经表态了 总统表态说 我今天我会介入台湾 对 这第一个部分 第二部分来讲的话 当然他美国军方 四强的好处就是说 他也同时知道 他要准备 对国会来讲的话 他也变成强势 在所有的金费的争取上面来讲 有非常大的好处 那第三点 最重要的哪一点 你知道吧 什么 他认为俄乌战争已经结束了 我可以全力对付中国了 对 剩下要解决的 最严重 最紧张的问题 而最有可能爆发战争的火药库是哪里 台湾 台湾 所以这时候开始在讲台湾 它这个是一个预防性的言论 因为俄乌已经 大概它整个是战略问题 大概已经定论 不会有太 太有意外 大概时间到了 绝对就是说 俄乌的这个和平 和平是可以期待的 但是习近平最近的表现的情况来看的话 对台湾的咄咄逼人 跟这个亚洲的情势来看的话 那是主要的竞争对手 对 那这个竞争对手来讲的话 那以美国军方 对于所有这些 这种大国博弈的方式是什么 他先告诉你说 我有非常强大的威吓力量 对 你美国军方的大部分的军力 不是拿来打仗用用的 威吓吓人的 吓人 不战而屈人之兵 就是我有绝对性的优势来吃定你 让你不敢动 而不是让你明天到晚跟你打仗 他怎么受得了 对 他让你压制的力量是他主要目的 今天在表态上 他能够绝对的压制解放军的任何攻击 那美国现在讲这个话是不是 我已经经过计算了 以前我还没遮遮监言 我以前还怕你的飞弹 我以前还怕你的A2AT 现在你中国所有的策略 都在我掌握之中了吗 因为很重要的道理 因为中国的军事的科技的来源 是来自于哪里 俄罗斯 对啊 所以俄罗斯现在打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我只想一见识是重要的 所以不管只要是动力设备 是不是都要发动机 对 它的发动机 不管空军的发动机 海军的发动机 浅舰的发动机 是不是大部分 都是俄罗斯的吗 那你就怎么打它 它有两个 一个乌克兰 一个俄罗斯 两个都没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知道它有绝对优势 而且它在发动机上的优势 是成倍数的优势 都是两倍到三倍的 所谓的操作时间 所以在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它在科技上的优势 是绝对性的 那跟优势来讲 所以刚刚它的 所以为什么它这个 国务院次行讲的 就是说要封锁 中国大陆的晶片 对 把这个晶片也封锁掉的话 你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而且会延后你的发展 最少十年以上 好 玉鹏 刚刚讲的 现在在这个低岛列里面 我们只知道的 韩国 日本 然后台湾 然后澳洲现在进来 现在菲律宾出现一个 非常角色 就是贺锦丽跑到了菲律宾 对 跑到菲律宾才知道 原来菲律宾跟美国 现在的军演越来越密切 不再越密切 菲律宾的军费也在增加 然后它现在接近台湾的 几个岛屿 我刚刚讲的 几个岛屿里面 居然都开始驻军 驻军以后就剑指中国了 对 其实在过去 上任之后呢 就把过去联合军演 已经很多年没有做了 要重新做起来 要重新做起来之后 大家想说 那你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个 特别的一个想法 贺锦丽就去了 贺锦丽去的地方八望岛 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 因为之前呢 在那边有个牛二郊 牛二郊其实 他去拔拉望 对 他去拔拉望岛 但是牛二郊之前呢 其实大家不是特别的注意 因为它是一个无人的岛礁 可是没有想到呢 其实大陆那边 有非常多的渔船 一开始一百骚 后来变两百骚 全部集结在那个地方 那被空照署拍到了之后呢 菲律宾就抗议了 就说你这地方 侵犯我的领域 是我们八道望省的一个领域 虽然是无人礁 可是呢 大陆那边就说 北京当局就说 没有没有没有 那只是我们的渔民 因为这个天后比较不良 我们去躲了一下而已 但是发现说 怎么躲一个月两个月 你不走了 对 因为过去呢 大陆也发生过 有这无人岛礁嘛 我去躲一下 没有想到呢 就开始盖起东西来 盖起东西说你要干嘛 他说没有 我们只是让我们渔民 有个地方可以靠船 没有想到 最后连跑道都给盖起来了 那就没有办法了 那现在包括美国 包括这个菲律宾 他们都要重新在这些地方 来征建一些军事的一个措施 那像宝杰跟你刚才讲的 刚刚在那个地方呢 有个卡拉严省 卡拉严省的话 他们现在美国就说 我们来出钱 我帮你做这个空军基地 那也就是我刚才讲到 今天我们讲 其实菲律宾也算是一个 破碎的一个群岛 他等于说菲律宾最北端 对 我现在要盖跑道 对 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其实你知道吗 你往这空照图来看的时候呢 卡拉严省往上呢 其实就是高雄 就是台南 他是在同一张地图上面 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那这个时候呢 菲律宾就讲说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卡加严省 隔了一个巴士海峡 就跟我们的屏东摇摇相望了 对 摇摇相望了 所以现在就讲说 会不会是因为南海的关系 特别地紧张 所以我不只是 如果你在过去的话 我在菲律宾的本岛 已经有美军的空军基地了 你要飞过去是非常地快 你为什么要在最北端的 这个卡拉严省 还要盖这个空军基地 是不是 以后如果南海 南海有什么状况的时候呢 可以更加地快速 然后可以有效地打击 其他南海岛礁的部分 所以 等于说今天 他讲的 菲律宾作为低岛链 作为包围中国的一个 做关键位置 他以前是左闪右躲的 对 他以前杜特地 是完全不想参与的 现在也加进来了 对 现在没有办法 因为杜特地当时 其实对这个联合军演 他是非常不耐烦的一个态度 他很怕说 这样子的态度 如果我跟你 美国联合军演 会不会让这个习近平 不爽 会让他不高兴 但是呢 现在已经 小杜特地上来 小马可士上来之后呢 已经完全改变了 所以呢 包括一些 这一次的这个演习 连这个海马士也运来了 连海马士运来的情况之下呢 就知道说 如果以后南海 有出事的话 其实美军 他的力量 以前是要从关岛出来 但现在 从这个菲律宾 就可以直接 快速地打击了 孟凯 过去 你们这很担心 是中国打过来 可是现在 美国已经告诉你了 中国不用那么担心了 是 我觉得这一次 这个米利将军 他是陆军上将 他是美国参谋长 联席会的主席 等于是台湾的 这个参谋总长 他讲这个话 其实是非常的 有这个代表性 跟意义的 为什么呢 第一 他过去是 普林斯顿的这个学士 跟哥伦比亚的硕士 所以他是一个 绝顶聪明的人 而且 他不只是有学士 还有经验 2019年 他就接任这个主席 换言之 他是川普任内 跟拜登任内 都是让他担任 这个主席 所以说他就是 美中两大 强权对峙的 一个key man 他当然了解 他讲这种 米利有念普林斯顿 是 他是普林斯顿的学士 跟哥伦比亚的硕士 而且是政治学 跟战略学 再来 他在什么地方 讲这个话 我觉得也很重要 他是在美国的 国防部五角大厦 简报里面 他讲 而且在简报里面 讲的其实非常多 重点有提到什么 他也讲到是说 他们了解 中国当然希望在 2049年成为 全球的第一强国 但是 他说 五年 十年 甚至五十年内 他都不会让 这些事情发生 所以某种程度上 当然你可以讲说 他有自信 但另外一点 所以中国在 2049年 想要做 全世界第一强国 这可能是 美国的 这个规划 但是我们也了解说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其实最重要的是 美国他还是 持续想要维持 这个第一强权的 这个地位 最主要就是因为 防止人们 最担心的事情 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我们现在 最担心的就是 美中两大强权 如果说真的 哪一天 对撞了 开战了 那当然可能 全球都会受到波及 会受到影响 所以现在 他在讲的是说 这个 入侵台湾是一个 非常危险的游戏 某种程度上 我认为 他讲了 习近平是一个 理性的行为人 这也是算是 给一点台阶下 你说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 这也是一个 生动的教训 其实 我同意刚刚的 这个董事长的讲法 这代表是说 俄乌战争 在美国的评估来讲 看起来是 已经完结了 已经要结束了 而 一个礼拜前 米利也曾经讲过说 俄罗斯的军队 在这一次 入侵在乌克兰 光伤亡就超过 10万人 代表说 他们的军事力量 其实是大伤的 所以 拜席会之后 我们看得清楚 美中两大强权 目前是处于一个 斗而不破的状态 那当然 米利现在讲这个话 其实是在加深 拜登总统 他一贯延续的主张 好 四周 刚刚讲到的 美国前国务院 助理国务卿 他的克拉克 讲到 我们现在 在生产这些晶片 有一个目的 我要让中国是输家 其他人是赢家 也就在这个 晶片战争上面 我要让 中国完全不能去 跟美国来抗衡 那现在 你说 已经出现了 这个差距越来越大 因为 NVIDIA 就要跟Microsoft 要去合作 现在我们要 产出一个 更可怕的晶片 甚至 我们要弄了一个 超级电脑 这个超级电脑 是中国 永远跟不上的 王姐我问你 这一次的 这个俄乌战场上面来说 你觉得军事的管理 战场管理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那种整合能力来说的话 你知道 那个可以发挥 非常强大的作战力 我最惊讶的是 以前我们就是一个 正面作战 他没有 他像一个Taxi一样 像一个Uber一样 我的目标在那里 你的前后左右 我随时通知 我给你一个坐标 你就发射了 你可以看到 这次俄乌战场 让我们最惊讶的是 你可以联合所有 目前你可以攻击的武器 对你发生的攻击 而且指标指令 都可以非常明确 而且你可以看到 透过很多战场管理 让你的作战的能力 可以提升 比如说我知道 它在哪里的时候 我可以马上就把它歼灭 但是你知道 美国现在就要准备 可以把这些能力 再大幅提升 它在这个拉大 跟中国的差距 现在还不够 对 你看它怎么样 他们现在NVIDIA跟微软 要展开多年的合作机会 他们要打造一个 全球最强 还有最大的人工智慧的超级电脑 你看 微软跟Microsoft 两个要打造 那你知道 他们两个准备怎么做呢 他们准备用这个 我们目前为止来说 台积电之前帮NVIDIA 做了A100和H100 不是被美国禁吗 美国说你不能够 卖到中国大道去嘛 好 那于是 他们准备用这个H100 那H100来说的话 它是用4nm这个打造 它有800亿个电晶体 比A100能力多增加6倍左右 A100已经够厉害了 他们准备用H100来 当成个主架构 那你知道 H100比A100多 这个6倍 那你知道NVIDIA 目前能够销售到中国 它把它降速 A100不能够卖 它用A800 A800的话 只有A100的三分之二 所以它现在 未来中国电脑 你再怎么厉害 你就是用A800 A800的话 就只有A100的三分之二 那是H100的九分之一 所以也就是说 我是你的九倍快 我美国打造的速度 在晶片上面 就比你快九倍 那比你快九倍 那你玩什么 我这很轻松的 我只要 把这个晶片控制住 所以这个差距要拉开来 拉得非常大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洛克希德马丁 也准备跟这个微软 他们要合作一个 他们要打造一个叫做 机密云 还有先进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资料系统 这个资料系统里面来说 他们会大量的投资 他们会建构所谓的机密云 机密云里面来说的话 他们可以包括说 整合所有东西 可以模拟各式各样的军事的 这个相关的状况 他说新的云系统还可以 将使能够识别网路威胁 还有潜在的骇客攻击 还有各式各样的机密 全部整合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就是美国 他想办法在整个战场 平台管理上面 拉大跟你中国的差距 那你要 所以这个差距真的拉开来了 现在跟你差距就已经很大 他未来再拉开 那你更毫无疑问来说 你根本就又不是中国的对手 不是美国的对手 好 那我们就讲 那中国就说 没关系我们自己来搞 你不给我们这个H100 我们自己生产H100 中国这几天的时候 他们刚好有一个叫做 摩尔县城的公司 他事实上这个创办人呢 他从NVIDIA出去的哦 他是这个 他是NVIDIA的全球副总裁 他是之前张建宗 他出来设立一个公司 他说我也要追这个NVIDIA 就他最近呢 他们发表了一款产品 这款产品叫做春晓的这个春晓 对 那他的这个运算速度是14.4 每秒的浮点的这个运算速度 那这个运算速度 约莫是NVIDIA在2019年的 这个推出的产品 他号称是这样 2021年9月 2021年那差距不大啊 可是问题是好 那我们知道事实上 现在你要展示任何的 这种显示卡 废话不说 你就是直接展示 你在游戏上面怎么展示 就像他展示的这个游戏出来的时候 大家看得完全傻了 为什么 因为他不敢用现在最新的游戏 他用的都是10年前的作品啊 他说我们资源的都是10年前的作品 也就是说 你说现在的游戏跑不动 对 跑不动 不敢跑 为什么 他应该怕一跑出来之后 差异非常大 所以他用的是10年前 也就是说 其实不是只有这个 你的处理器要很厉害 你周边的标区 驱动的软体 那些都要完全配合 中国现在是 所以这一差差10年 差10年 你看他用10年前 他不敢用最新的游戏出来 你就知道这就是这样的状况 那这是中国目前最先进的技术 也就是说 美国封你的话 你用美国的 你就是我的九分之一 你如果不用美国的 你用你自己的 你差距是差10年 所以才告诉你 为什么美国 从你看米利 拜登 其实他们面对中国的时候 他们现在都显得非常有自信心 显然经过这一段时间 他们的盘整之后 从军事能力 科技能力来说 他们非常有信心 至少在2027年之后 之前中国都绝对不会是对手 但是现在中国感觉到 他有内忧外患 以前为什么很多台商要去 土地便宜 人工很多 人工很多 不但便宜 而且听话 可是现在 富士康是养最多人的 可是富士康居然现在出现问题 因为这次的疫情 这次的风贡 很多人跑了 跑了以后 他居然忍不够了 忍不够很慌 没有事 我要把退伍居人找回来 我要基层公务员回来 我要开始拉夫充述了 没有办法 因为河南不能少掉富士康 你知道前一波的 富士康员工 大逃亡这件事情 让富士康一下子 他的产能少了快三成 他目前为止还缺工 之前说有大概十万人左右 后来他们开始拉谁 就像你刚刚提到的 他们开始找退伍军人来 所以你刚刚看到 离开的年纪比较轻 现在要救死的年纪比较大 那看起来都是大妈大神 太突兀了 大妈大神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他们现在把脑筋 动到三个方面的人 这个方面就是 你现在画面看到的 大妈大神这一些 然后有一些可能 还是退伍军人 他们直接讲一句话 离军不离党 退伍不退色 若有战场必召回 这战场在哪里 就在富士康 因为富士康缺人 所以你说 这些大妈大神 他们工作的速度 有办法跟18岁 年轻人比吗 当然没有办法 可是没有办法 他现在缺人缺到荒 再怎么样 只要有人就行 现在这个周公外面 这个年纪真的比较大 大很多 而且我跟你说 这非常夸张 他们甚至脑筋 动到哪里去 除了刚刚提到退伍军人之外 他们还动到公务人员去 所以很多人在公务人员 就很不爽 就心心想说 我好不容易苦读 然后考到了一个 公务人员职圈 结果我的领导 要带我前进博士康 带我去酸螺丝 然后他们就非常不高兴 然后在网络上抱怨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如果不这样的话 真的找不到人 结果还有更夸张一件事情 他现在把脑筋动到 还在学校念书的学生身上 你看网络上出现了 这样子的一个帖 他写什么 他就说 随着政府官员进入到富士康 由副省长带队 一个情况之下 二十多名 你知道他写得很好笑 他说二十多名代表 要一起进入富士康 然后大家消除疑虑 第一件事情 富士康这是毕业核定考试 一定要考核的项目加分 所以就变成你要毕业是吧 那请你跟我来富士康 所以就很夸张 接下来做第二件事情 还说满十八岁的同学 待遇一天三百块 时间去一个月 然后从学校坐大巴过去 点对点 这是政治任务 直接告诉你这是政治任务 不是 点对点 你想跑都不行 全省 全市的学校参加 大家务必参加 跟家长做好沟通 中印的地点是在富士康 所以你就知道 现在他们已经缺人去到 你是队伍军人叫你回来 你是基层员工叫你回来 你还没逼的学生 我也叫你过来 为什么 而且更夸张的是 这样还人不够 还缺人三万 所以他现在开始下令 河南要求乡镇 协市富士康招工 美村上脚一人 在拉夫了 又拉夫了 跟俄罗斯一样 俄罗斯拉夫是为了上战场 这里的拉夫是为了上富士康 富士康 所以你就知道 对他们来讲 富士康缺工宛如大作战 真的不得不这样做 好 那这样讲的 现在路透社讲 我已经受够了 连这个苹果都受不了了 所以现在转移到了印度的 这种比例越来越大了 这越来越大 现在路透社最新报道 他说根据印度官员的一个 他们就说现在今年未来的两年之内 整个在印度iPhone工厂的员工 要成长四倍 要来到目前 全部应该最后会达到十万人之多 那除了他们之外 像连伪创 核硕这些 也全部都是可能要转移阵地 或者是说加码在印度 然后还有就是墨西哥 这一部分的布局 主要简单讲 就是要从中国这个部分 慢慢的相关分担风险 而且今天最新的消息是 我们工总也绕人 就跟组团要去印度 就其中 工总也要去了 也要去印度 工总也不是最想去大陆的吗 因为那个大哥 苹果都烂杠啊 我们可能要跟着大哥的脚步 撤出中国 好 董事长 我们就外面来看 中国现在也是内忧外患 你现在有很多头痛的问题 可是 现在看来习近平敢讲 我还是老大 我还可以耍狠 我除了美国的拜登 我不敢惹以外 我每个都敢惹 去跟加拿大的总理 杜辱到 人家也不是个小国家 而且加拿大以前 他也是没有被侵略过的国家 他居然直接跟你讲 你这样讲不合适吗 罗姨跟你讲的东西 你怎么可以讲到外面 讲讲讲讲 讲得不开心了以后 翻译没有讲完 他理都不理 跟你握个手 把你打发掉 打发掉就跟你讲 创造条件 创造条件 创造条件才能谈 他这个人的意思 G20的中间 他有这个 援手有中间的休息时间 这个休息时间 大家各自 哈啦哈啦 喝喝咖啡 交往一下 但你看这个整个的 这是个影片 这个影片 就看着刻意准备好 中国的记者准备在那边拍 习近平就跑过去找他 他就赌他 就去赌他 赌他就修理他 说你怎么可以把 我们今天讲的话 告诉媒体 然后媒体报道过来 这个是不好的 你知道吗 这个加拿大的总理 小伙子就跟他强辩 我们办事的方法 是透明的 公开的一大堆 他披着巴拉就把他骂一顿 所以他就最后就讲说 他就话就讲一半 翻译讲一半 就跟他翻脸 翻脸的一半 听都不想听了 就半个脸就跟他讲 都战口罗嗦 他希望还要继续往来交流 他说你再创造条件 再创造条件 就我现在不跟你罗嗦了 你现在没有那个 你不创造条件出来 没得谈 没得谈 然后最后还撕下来 撂一句更狠的话 就是太天真了 这个所有的记者 全部录下来 对 那放到中国后就 做大内宣了 他就是做大内宣嘛 他也不是 就是他在这边 就是耍一个流氓 阿把一下 然后他把这个加拿大 他对这个加拿大总理 本来就痛恶 深恶痛绝 因为孟晚舟的关系 孟晚舟事件 他们两个直接 都吵过很多次 对不对 那加这个年轻小伙子 他本身是很有理想性的 他没有碰过这种事情 为什么碰过 孟晚舟这个是 美国人要我抓的 我依照法律 把他抓了起来 我把他扣起来了 结果莫名其妙 他两个参加到公民 连夜就被送到监牢去了 孟晚舟是住在豪宅里面 她住监牢 她两个到监牢里面 她没事修理她 刻薄她一下 所以就是要恶搞她 然后她莫名其妙 还打电话去求情 对 打电话跟找 刚开始我记得 好像习近平跟她通电话 后来就不理她 你根本没有用 所以郭白就是 活生生地 就逼美国 用美国的政治力量 对 叫检察官把这个事情 把牵掉 而且你说你看这件事情是 中国搞什么战狼外交 战狼外交是习近平在搞了 老大现在变成狼王了 老大现在开始出来 咬人 这还可怕 这个死风不可掌 这个一搞起来 我请问你 王毅这个是个失文的人 也会变成这种样子 所以战狼外交会变成 长期的中国的主流 民主党最得意是什么 年金票都是我的 特别是大学生都是支持我的 结果 苗栗县长徐定真 跑到了苗栗联合大学的学生会 去做一场演讲 结果炸锅 炸锅被骂翻了 为什么呢 是保险哥 他这个 这个联合大学 他一共邀请了五个候选人 五个候选人 全部都有邀请 那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时间 也没有让他们所谓的混在一起吵架 但是这件事情好笑在哪里 当中 这个许定真被问到说 民进党擅长透过网军出征 是不是跟小粉红很像 哇他就爆炸了 炸锅了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 他讲什么 他说 这个就不要再乱了 一直骂自己的执政党 政府是怎样 他说是怎样 然后甚至最狠还说什么 污名化我们政府 那你去搬去中国住看看 他的意思就是叫你滚去中国 中口气很像我以前的教官讲 没有错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把两边的人遮起来 只看对话的话 到底谁是小粉红啊 感觉是左边的确实是比较像嘛 所以这个大学生问的也是有道理嘛 那回过头来 大学生有没有不公平 有没有说去特别针对他 其实也没有嘛 我们看到怎么问周中景的 甚至更狠耶 还直接说 周中景 你如果会不会生气 就这个拿刀 来对着我们台下的同学 甚至说 选后会不会有大刀阔斧的改革吗 用这种方式 拿他的刀来开玩笑 对去奉势周中景 之前曾经年少轻狂的时候 用刀子去攻击人过的事情嘛 是啊 那我们看板凳的肚子都划破了 对肚子嘛 那周中景他的反应是什么 非常有EQ嘛 他说什么 那我之后呢 是不是要改工读外科医生 拿手术刀 那如果科匹收我的话 我们变什么 双刀会嘛 一个是拿 一个是拿这个 以前水果刀 一个是拿手术刀 他用这样的方式 来去自嘲自己 所以当下学生的反应 的确就不错嘛 你说反过头 还是这个许定生的反应 像什么 像过去我们的既视感 谁 曾经说你反不反 像苏贞昌在立盘 发火那个太多金钱了 而且这个许定生 更夸张是什么 他到现场的时候 是迟到早退 他并没有按照 这一点时间嘛 你这学生 好意办两个小时 要来跟他宣讲 是从七点到九点 结果他许定生 七点半来到八点半 最后还在那边耍大台 所以学生 当然是非常不高兴嘛 那到最后面 更讽刺的是什么 蔡英文在脸书上 po出的助权影片 希望大家能够 反乡投票 那个人就是 许定生的女儿 那大家还说 他是国民乐父 难道这个国民乐父 就是我们反乡投票 被他臭骂一顿吗 所以大家这个 是非常讽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